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我们的设备上有更新 其次这一次政协大会专门开设了一个网民留言栏目 那么怎么能让你的留言你关心的事情被委员看到呢 这里先留一个悬念 我们先去采访间看一看吧 网络视频采访间的一共有两名工作人员 一个就是我 另外一个就是正在为我开设的这个同事 一台高清摄像机 两个LED灯 还有一个官方背景板 委员们就是坐在这里通过连线的方式 接受海内外记者的采访 为了呈现更好的采访效果 我们今年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面前的这个高速运展的工作站 它还配备了一个视频采集卡 能够将摄像机里的高清的录制画面 实时的同步到这个屏幕上 让我们的委员的采访效果更好 并且呢 我们还配备了百照光纤 这样呢 能够保证无论是多远的连线 我们都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刚才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采访间的设备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我的工作内容有一些好奇呢 其实我是以一个服务人员的身份助会的 为媒体记者提供远程采访的平台和服务 那些不能来到现场的媒体记者 可以通过约访小程序提交采访申请 采访的素材呢 我会进行整理并上传 供地方政协和新闻媒体记者取用 再回到我们刚才开头提到的 如何让你的留言可能被委员们看到呢 其实今年政协大会开设了一个网民留言栏目 叫做我和政协大会说句话 网民提供的意见建议将由政协大会秘书处 提供给政协委员和专门委员会作为参考 并对精彩留言进行选灯和展示 其实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是我非常期待的时间 我期待听到委员们的履职经历 期待跟随他们的目光看到社会的变化 也期待看到他们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新提案 我也会及时将我看到的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